学员朋友们好 我们CPA税法基础班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就走进了一片色彩斑斓的丘陵地带 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先来看一下本章的考勤 我们第九章呢 属于CPA税法考试的小税中 收录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这两个小税种的政策法规 这两个税种的征税对象呢 都和土地资源的占用相关 在最近三年的考试中 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个税种的分值呢 常规会考到2到3分 耕地占用税 它的分值常规会考到1到2分 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比较容易命制税收优惠 与税额计算相结合的题目 而且呢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密切相关 咱们平时老说房地产房地产嘛 那么房产和土地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有一些政策和房产税的政策 类似或者相同 有一些税收优惠呢 它会同时推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同时要享受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而且呢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我们后续要学习的房产税呢 都属于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税种 因此呢 在以往考试年份呢 也曾经和企业所得税混合在一起 命制综合题 而耕地占用税呢 它的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 是以往考试中频频命题的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今年教材的主要变化 第一点变化 增加了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 本来就属于高频考点 新变化新增的内容 更是值得我们考生去注意的 第二 明确了建设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占用农用地的 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再有 就是明确了 那是人改变原占用地用途 不再属于免征或者减征更地占用税情形的 就需要补缴更地占用税 那补缴的时间和税率的规定 这样我们就发现呢 今年我们教材主要变化 一方面就是城镇土地使用税高频考点又增加了 税收优惠这一块 另外呢 更地占用税主要涉及到的 就是不征收更地占用税的一些情形的明确 还有呢 改变用途需要补交更地这项税的一些规则的明确 下面呢 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节城镇土地使用税法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国有土地为征税对象 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属于公有 具体来说属于两级公有 像城市的土地 城市郊区的土地 它是归国有的 而农村的土地也包括我们农民的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 除了明确归国有的之外呢 都属于集体所有 因此呢 我们国家土地啊 是国家集体两级公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大家注意 它叫城镇土地使用税法 强调就是你拥有这个地的使用权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强调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征收的一种税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一组考点 纳税人与征税范围 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人的一般规定 是在城市 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大家注意这个税种的名字叫城镇土地使用税 实际上在给它定义的时候 它强调城镇了 没有说农村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而我们规定纳税人的时候 也上来就说了它的范围 城市县城建制镇强调是有镇的行政建制的 就是县属镇啊 有这种镇的建制的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咱们中国的地名有的地方叫张家镇 李家镇它不见得 是一个有镇的行政建制的 而可能它就是个村子 它名字就叫张家镇 所以在这儿呢 说的是建制镇 有建制的 还有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这样我们大家发现 这个范围里没有提农村 所以呢 这个税种的名字叫城镇土地使用税 名时还是相符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人的具体规定有五项 第一项呢 就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 在这里强调拥有土地使用权 因为这个税种的名字叫城镇土地使用税 接着第二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 不在土地所在地的 其土地的实际使用人或者代管人为纳税义务人 那使用权人不在这儿 谁来交城镇土地使用税啊 找实际使用人或代管人 第三 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者权属纠纷未解决的 其实际使用人为纳税义务人 这土地权属归谁 权力归属到底是归哪个单位 哪个部门没有解决的 我们就要看实际使用人是谁 他就要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接下来呢 纳税人的第四种情况 土地使用权共有的 共有各方都是纳税义务人 由共有各方分别纳税 看到这里有些学员可能就会容易产生误解 有些学员就认为说 是不是说这块土地是A企业和B企业共有的 那这块土地是不是A企业交一次税 B企业也交一次税 这不就重复征税了吗 大家注意 不会让你重复征税的 这个第四条实际上和我们后续城镇土地使用税 计算是有着呼应关系的 如果是共有的 A企业B企业共有这块土地 我们就要具体看 A企业你占的面积有多少 比如说A企业占了 这块土地的70%都A企业占的 B占了这块土地的30% 那这块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整体如果我们算出税额的话 那A企业就交70% B企业就交30% 各方分别纳税 而不是重复纳税 不重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 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 就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 就有这个区域范围内 城租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 由直接从集体经济组织 城租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点和咱们前边 给城镇土地使用税下定义 略有不同 下定义也是我们教材中的定义 他说是国有土地 但实际上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会涉及到 他成租 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 涉及到这个方面 所以他就不单纯是国有土地 还涉及到集体土地 但是这个集体土地 是城租集体所有建设用地 下面呢 我们来看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包括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内的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 前边下定义的时候 是教材的定义 只说国有了 而后面的征税范围强调 还有集体所有的 那有的同学就说 我考试的时候按哪个答呀 那肯定问你 如果涉及到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有没有集体所有土地 有啊 有啊 具体范围里有啊 而那个概念 咱们考试一般不考你概念 但如果我在那个概念里 我就写了集体 那有同学拿到教材了 就说你怎么跟教材不一样啊 所以呢 我们前面也是为了和教材一致 在农村 因为我们这个税种的名字叫城镇土地使用税 实际上它开征的区域呢 把农村排除在外了 这一点和我们后续要学习的房产税的 开征区域是一致的 每次讲到这儿呢 每次讲到这儿呢 我都提示学员朋友们 我们考试就按照教材给大家所列示的这些规则来考试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有一些具体执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一些规则 可能和我们教材所展示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儿我也是提示我们不能够在现实中去照搬教材 教材给你的这个政策 你考试使用也是一个基本规则 但是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一个地方性的税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它有着一些更细碎的本地区的土政策 那就有可能会突破我们这里所说的规则 那有一些省市就规定 哪怕是农村 你搞农家乐 那有可能农家乐经营用房 经营用房不是用地 那个用房所占用的土地 我也要对你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有的省市也规定了 就是在城市县城建制证工况区以外 在农村的工况企业 它的厂房占地也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各省市规定不一样 所以大家呢不要纠结 不要说哎呀 我们那省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这书这么说呀 考试呢在这里就要按教材来把握了 考哪门课看哪本书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注意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组考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率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达了两颗星 其中税率 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的是定额税率 按照每平方米来规定年税额 具体规定是这样的 大城市每平方米1.5元至30元给了个幅度 中等城市1.2元至24元也是给了个幅度 小城市0.9元至18元 县城建置镇工况区0.6元至12元 在这呢我们大家会注意到 对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每平方米的年税额 它是给了相应的幅度 按照大中小城市啊 他们去给了相应的幅度 拉开档次 每个幅度税额的差距规定为20倍 这个是考过的 这每个幅度的税额差距是多少 是20倍考过 这20倍指的是什么呢 你看大城市1.5元至30元 这30就是1.5的20倍 中等城市呢24就是1.2的20倍 小城市这18是0.9的20倍 县城建置镇工况区呢 12是0.6的20倍 那具体呢各省自治区这家市 在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大城市 北京就是大城市 1.5元至30元 它并不是说北京地区所有的地方 我们大城市我们都是30元 而要划分是繁华的地区啊 还是不繁华的地区啊 你繁华的地区 我们可能就规定的 这个税额比较高 你不繁华的地区 规定的税额就比较低 这样的我们大家对城镇土地使用税 采用定额税率的规则 要有一定的认知 接下来呢是一个高频考点 我们大家要注意考过好多次呢 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适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但降低额不得超过上述规定 最低税额标准的30% 经济发达地区适用税额标准 可以适当提高 但虚报财政部批准 咱们前边不是给大家 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那个幅度定额税率了吗 最低是多少到最高是多少 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县城建政工况区都给了你相应的幅度 在这里它是说呢 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的具体的适用税额 我们在运用这个幅度的时候 是可以突破的 这个突破就是可以低于这个幅度最低税额 也可以高于这个幅度的最高税额 所以说它的税额标准可以降低 也可以提高 但是这点要记住 降低有度提高报批 它使用税额标准降低有度 就是它的降低额不能超过上述规定 最低税额标准的30% 这不是有个度吗 很重要考过 而经济发达地区 它使用税额标准是可以提高 这提高没说度 说的是报财政部批准 所以降低有度提高报批 我们要注意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的具体的适用税额可降低 可提高 但降低有度提高报批 死记重要考点 降低的度 是最低税额标准的30% 咱们有一年考试 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 说 对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经济发达地区 使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我们大家有人说是适当提高 但是马上他后边说 提高额 不得超过税额标准的30% 有同学就想一下 好像有个30% 那30%降低有度的度 你那提高没说30% 是报财政部批准 所以咱们以往考试 还故意在这设限界 下面呢我们来看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 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 他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看清实际占用 也就是实际的占地面积 不是建筑面积 因为咱们平时在说土地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说他的占地面积是多少 有的时候会说他的建筑面积是多少 一定要注意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是占地面积 不是建筑面积 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呢 是按照下列的方法来确定 第一呢 由省自治区直下市民政府确定的单位 组织测定土地面积的 就以测定面积为准 你看省一级这么高等级的政府 确定单位去测定的 那就是测定面积为准 第二呢 尚未组织测定的 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 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 咱们现在县政府也可以发土地使用证书 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 那证书上有面积 但没测定你证书上写的面积 按证书上确认的面积为准 作为它的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第三 就是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 人家省一级也没来测定 我这儿也没拿到相应的土地使用证书 但是我确实占用了这个土地 在从事生产经营 该怎么办呢 应由纳税人申报土地面积 拒纳税 等到核发土地使用证书以后再做调整 这说的呢 就是你没证书 省一级也没有给你组织相关部门来 对你进行测定 那你自己先测一下 自己先申报一个土地面积 先交着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到拿到土地使用证书了 上面写着你的实际占用面积了 你再和你原来申报的面积比一下 那如果你原来交税交多了 现在你就申请退呗 原来交少了 现在就要去补啊 多退少补 接着第四 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 单独建造的一定要注意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用地 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于是单独建造的地下的建筑用地 在地下 你在地面上看不到的 但是单独建造 你占用着地下空间了 也需要按照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其中呢 如果取得了地下土地使用权证的 按照土地使用权证上 所确认的土地面积 计算应征税范 没有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 或者地下土地使用权证上 没有标明土地面积的 按地下建筑的垂直投影面积 计算应征税范 我们大家注意 这垂直投影面积 它要体现什么 就有的时候啊 这个纳巳地下两层 或者地下三层呢 一垂直投影 只算一层的 同时要注意 重要考点 对上述地下建筑用地 暂按应征税款的50% 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也就是我们这个单独建造的 地下的建筑用地 还有呢 我们说那个垂直投影 你算出来的应征税款 算出应征税款之后啊 减个半 你看应征税款的50% 去征收 还有50% 实际上就没有对它征收 所以在这儿 暂按应征税款的50% 等于给它优惠了 减半了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呢 给大家相关提示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物 其城镇土地使用税 计税依据呢 依照两种方法来 处理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第一呢 就是已经取得了地下土地使用权证的 就要看证书确认面积 做它的计税依据 第二呢 就是没有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 或者地下土地使用权证上 没有标明土地面积的 我们找它的垂直投影面积 所以一个是证书确认面积 一个是地下建筑的垂直投影面积 同时一定要注意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面积 只是它的计税依据 等你算出税额来了 还有打折的规定呢 对上述地下建筑用地 在应征税款的50% 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地上地下相连的建筑物 不执行上述规定 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单独建造 独立的地下建筑 有一个应征税款 我们暂按50%去缴纳 但如果不是单独建造 而是地上地下相连的 不执行这个减50%的这个政策 因为地上地下相连的 咱们现在有一些大商商 地下有停车场 地下也有超市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是单独建造 地上地下一体的 我们就算地上这一层的来寄税就行了 地下都不用给它去寄税了 我们地下要去寄税 都是单独建造 在这一定要注意 我在这画 都是单独建造 一定要搞清楚 知识点 夯实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 城镇土地使用税 应纳税额的计算 打了三颗星 只要是小税种 应纳税额计算 一定要和税收优惠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我们先看公式 基本计算公式呢 全年应纳税额 等于实际占用 应税土地面积平方米 乘上适用税额 就咱们前面说的什么 1.5到30元啊 说的都是年税额 要注意说的都是年税额 这样你年税额 乘上实际占用的 土地面积平方米 算出来的是全年的应纳税额 接着就是单独建造的 地下建筑物的税额计算公式 全年应纳税额呢 就等于证书确认 应税土地面积 或地下建筑物垂直投影面积平方米 乘上适用税额 就是当地适用的定额税 然后再乘50% 在这我依然要特别强调 这个公式中 我们用的这个适用税额 是年税额 就咱们1.5到30元啊等等啊 都是年税额 算出来的是全年应纳税额 如果纳税人呢 他是在年度中间取得了 这块土地实际占用了 或者年度中间 他转移了这个土地 他实际不占用了 我们算出全年应纳税额之后 一定要注意折算 折算成 他使用期间的应纳税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下面呢 我们先看和成年土地使用税 适用税额相关的一个单选题 这也是以往年度考过的一个真题 假企业位于某经济落后地区 2019年12月 取得一宗土地的使用权 他没有拿到土地使用的证书 假定2020年1月 已经按照1500平方米 申报缴纳了全年的成山土地使用税 等于2020年1月 他就一下把全年的成山土地使用税都交了 交的时候 计税依据是什么呢 他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书 因此是他自己册的 你看他没有证书吗 他自己算了一个面积 然后去交了成山土地使用税 到了2020年的4月 这个企业呢 就取得了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了 但是上面著名的土地面积 比他自己去测算的面积要广 所以呢我们看 上面著名的土地面积是2000平方米 等于他之前自己算的是1500平方米 少算了500平方米 以至该地区适用每平方米0.9至18元的固定税额 就那幅度 当地政府规定的固定税额是每平方米0.9元 就是那个最低的那个线 并注意 并 另按照国家规定的最高比例降低税额标准 这是在考我们什么 考我们前面说过的降低有度的度 这那30%的度嘛 那么假企业2020年应补缴的成山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为什么说他补缴呢 因为他1月份呢 按照1500平方米呢 他交了成山土地使用税 4月份发现他那个平米数算错了 现在呢 就是让你算 他补的这500平方米 应该缴纳的成山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实际上那平方米数我们一下能看出来是500 他原来少报了 关键就是税额 他的定额税率选哪个呢 因为在这里说了 从低线定令按照最高比例 就是那30%那个比例降低了税额标准 因此呢 我们大家很容易的发现 这个题的三个考点都被我们看穿了 第一个呢 尚未合发土地使用证书的 是他自己申报土地面积 据纳税 等到合发土地证书之后再做调整 果不其然 合发了证书 他要做调整了 第二个考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降低有度的度 经济落后地局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适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但降低额不得超过 规定最低税额标准的30% 所以当地的固定税额 我们就确定下来了 那0.9乘1减30% 他最多降低不能超过30% 降低在这里的降低额 所以只剩下70%的部分 是需要交税的 70%部分0.63元每平方米 然后我们再算补税的计算 一共500平方米 乘上每平方米0.63元固定税额 算出来315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单选立体 某企业2016年度拥有 位于市郊的一宗地块 其地上面积为1万平方米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 占地面积为4000平方米 以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 该市规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率 是每平方米2元 这个企业2016年度就这个地块 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万元 这是以往年度的真题 我们看哈 这个题目告诉我们什么条件 一个是地上面积 又告诉你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 它也有土地使用权证 地上面积好说 1万平方米你乘上它给你的 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率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但是呢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 这是4000平方米 我们乘上这个税率 千万不要忘了 还要乘个50%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大家看 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式子就列出来了 第三组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重要考点 是税收优惠 打了三颗星 非常重要 小税种的税收优惠是高频考点 尤其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真的它特别的税 在以往年度中啊 咱们考试命题必然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会在我们的考题中你能见到 因为它优惠的政策特别多 指不定考你哪一个呢 而且我们大家呢 要注意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呢 它分两个层面 也考过好多次 第一层面呢 是法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实际上就城镇土地使用税来说 它没有真正的立法 而我们教材中说的法定免征 就是全国统一规定 接着还有一个层面呢 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这个就不是全国统一规定的 咱们以往考试 从命题规律看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么多的税收优惠啊 那些细税的优惠 一些普遍性的政策 你要去把握 同时也要注意它优惠的两个层次 一个是条例中明确规定 全国统一实行的法定税收优惠 再有就是地方性的税收优惠 咱们以前考试不止一次 把好多优惠给你放在一起 问你 以下这些优惠 哪些是城镇土地使用税条例规定的 法定的全国统一执行的优惠 然后 其实里边有 各省市规定的优惠 它混一块 以前也问过 以下哪些优惠 是省自治区直下市税务局 确定减免的优惠 然后他又把一些条例规定的 全国统一的优惠也放在里面 让你去挑 所以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的 这个层次 大家要关注一下 具体的优惠政策要关注 优惠的层次也要关注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大层面 法定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首先就是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军队 自用的土地 这没说出租的 得他们自用 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军队 自用的土地 第二 由国家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单位 自用的土地 我在这说明一下 国家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单位 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公办高校 咱们公立的学校啊 它都属于国家要给它拨付教育经费的 那么学校 它自用的土地 比如我们学校 教学楼 我们学校操场 我们自用的这些土地 都是法定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另外还有一些公立医院 公立的医院 那么也是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 自用的土地 它自己医疗 证疗 治疗 然后是使用的这个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接着第三 宗教寺庙公园 明圣古迹 自用的土地 在这里呢 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举行宗教仪式用地和宗教人员的生活用地 这个是免税的 公共参观游览用地和管理单位的办公用地 也是免税的 但是咱们中国文字特别有意思 我小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 老人就跟我们说 中国文字叫淡上为虚淡下为实 上面啊 当然咱们不能说这个虚 上面都是说正常的免税 而淡下 往往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所以在这呢 淡后面 副社的影剧院 茶社 饮食部 照相馆等经营用地不免税 也就是什么公园名圣古迹 里边如果有饮食部 茶社 有这个照相部 他们经营占地是不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接下来呢 市政街道 广场 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啊 这一页PPT上所展示出来的 法定的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优惠 往往呢 你看都是政府部门 政府拨款单位 他们自用的土地 另外呢 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 强调呢 是参观游览啊 举行宗教仪式 宗教人员生活用地 也包括管理单位的办公用地 但是 什么影剧院茶社 饮食部照样官的经营用地 不免税 而市政街道 广场 绿化地带 说的是公共用地免税 因为你要不免税 你纳税人找谁来交税 是公共的 你不能让公共交税啊 非常好记 接下来 直接用于农林牧鱼业的生产用地 这里所谓 直接用于农林牧鱼业的生产用地 指的就是 直接用于 种植 养殖 饲养的 专业用地免税 但是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 和生活办公用地 不免税 这我要提示大家 以前考过这样的题 说有一个企业 它有三块土地 第一块土地 是生猪饲养基地 养猪 生猪饲养基地 第二块土地 是屠宰场 猪过来了要宰杀 然后要进行加工 第三块土地呢 就是这个企业办公占地 你看 生猪饲养基地 屠宰场 办公占地 仨地方 这三块土地中 只有生猪饲养基地 是法定免税的 属于直接用于农林牧鱼业生产用地 而屠宰车间 屠宰场 和它的办公用地 都是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接下来 第六 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 和改造的废弃土地 从使用的月份起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五至十年 这里要提示大家 这个开山填海整治土地 和改造废弃土地 咱们给它规定啊 有五至十年的免税的 针对的是自开自用 就是你自己开山填海 你自己整治完了 你自己用 不包括 别人开山填海 你买过来使用的 咱们有一年考试呢 就考了 说他买了别人 看山填海的土地 有多大面积 这块可不免税 照张纳税 这里一定是 自开自用的 开山填海整治土地 和改造的废弃土地 自己去改造 自己去开 然后自己去用 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 第七 对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疾控机构 富有保健机构 等卫生机构 和非盈利性科研机构 自用的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咱们今年教材 新变化的地方 大家看清楚 七和八 都是今年教材 有变化的地方 所以第七 注意到没有 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疾控机构 富有保健机构 在这里强调 医疗 疾控 富有保健 等卫生机构 还有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 都强调非盈利 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他们自用的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八 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的 企业办的各类学校 托儿所 幼儿园 自用的 土地 在这里说的 一个是国家拨付事业经费 所办的学校 托儿所 幼儿园 还说了 企业办的 各类学校 所以在这儿 实际上 有个和 说两类 国家拨付事业经费 和企业 办的 各类学校 一个是国家 拨付事业经费 办的学校 托儿所 幼儿园 企业办的 各类 托儿所 幼儿园 他们自用的房产和土地 都是免征 相关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房产税也免 城镇土地使用税也免 这儿呢 我们大家也要注意考过好多次 就是企业办的学校 托儿所 幼儿园 也是免征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真题 是08年考过的真题 但是很经典 某人民团体 有AB两栋办公楼 这人民团体都是国家拨付事业经费的 我们知道 公卿付都属于人民团体 公会 共卿团 复联都属于 有AB两栋办公楼 A栋占地3000平方米 B栋占地1000平方米 2007年的3月31日至年底 到12月31日 这个团体呢 将B栋出租 当地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额 每平方米15元 该团体2007年应交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多少元 这个题特别经典 你看 他呢 说的是这个人民团体有两栋办公楼占地 人民团体都是政府不负税预费的 这是肯定的 而且呢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是免税的 前面是有法定免税规定的 那么在这里 它A栋占地3000平方米 B栋占地1000平方米 如果都是自用的话 它都是免征城镇土地用税和房产税的 但是我们看了2007年的三月的最后一天至年底 它把B栋出租了 B栋就是占地1000平方米的这个出租了 它不是整年出租 实际上就三月底最后一天出租了 那我们大家要注意A栋自始至终 全年都是它自用的 它就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而B栋呢 从1月到3月31日这个期间 它出租之前 我们认为它也是自用的 这个期间也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需要对它征税的 就是3月31日到年底 而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又发生时间呢 它有一个出租的 如果是3月31日我把这个就交付了 我们呢 从4月份给它计算城镇土地使用税 从4月算到年底 这样我们大家就知道 这1000平方米 我们乘上每平方米15元的年税额 就算出 它全年必动 如果都出租的话 应该交多少城镇土地使用税了 但是它并没有都出租啊 全年 只出租了9个月 所以除12乘9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个以往年度的真题单选题 某研厂2008年度占地20万平方米 其中办公楼占地2万平方米 办公占地应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打个勾 研厂内部绿化占地 5万平方米 我打一勾 也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就是关于企业绿化占地 如果是企业内部绿化 内部区域的绿化 一定是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如果企业外部绿化 在企业以外 等于是在公共用地的这个范围之内 他企业外边 他去做绿化 那个是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接着研厂附属幼儿园占地 1万平方米 咱们前面刚刚说了 企业附设的学校 幼儿园 他们占地 缴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打一叉子 打一叉子 盐滩占地12万平方米 盐滩晒盐 这个呢 有一个特别细节的优惠政策 这个也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我把免征都打了叉子 应征的 这两个 盐厂所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 单位的年税额每平方米0.7元 问08年应缴纳的城镇土地 地使用税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以往年度的真题嘛 我们只涉及到这两个面积 这两个面积 2万加5万 这两个面积 乘上0.7 你也可以用总面积减去免税面积 减完以后还是2万加5万那7万 所以在这我们注意 这7万不就是这2万加5万吗 好我们这道题就能够把握了 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一系列的特别提示 后边的这些特别提示呢都属于高频考点 就是咱们以往考试太容易在这出题了 而且一定要注意变细的 首先第一点特别提示 是不同拥有主体和不同使用主体条件下 无偿或有偿使用土地的 争免城镇土地使用税规则 有同学看上去说特别绕嘴 不要紧 我举例让你明白 首先呢是在无偿使用土地的前提下 有两类情形注意变细 大家注意啊 无偿使用土地的前提下 哪两类情形 我举例 假定有一个大型的飞机制造厂 我生产飞机的 我这个厂区规模特别大 而本身我作为一个工厂 我占用的这个土地 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属于纳税单位 所以在这我写了一个厂 纳税单位 就是这个飞机制造厂 现在呢 因为这厂区特别大 为保一方平安 公安找到这个厂区 所以你这个厂区 本身生产的东西也很重要 另外你厂区特别大 周边啊 我们也要考虑呢 要保一方平安 为百姓服务 所以呢 我们公安 咱们注意公安 如果自己 他办公啊 公务啊 占用的土地可都是免税的 所以他属于免税单位嘛 那么在这 公安就找到了这个厂 说你给我画出一个区域 弄一个小屋 然后有一小块区域 我们就在这儿保一方平安 如果呢 公安作为免税单位 无偿使用了 这飞机制造厂 纳税单位的一小块土地 他要在这儿来使用 明明啊 这土地明明是属于 这制造厂纳税单位的 正常是应该交税的 但是 公安无偿使用了 这个土地就免税了 就是公安站的这小块地 就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了 大家看清楚啊 这是第一个情况 接着是反过来 假定呢 这块土地呢 是公安的 公安免税单位的土地 正常应该公安局 在这儿停个车呀 我自己放点警械呀 等等啊 我们自己去使用 但是假定 有个企业 确实有生产经营中的一些困难 也经过协调 说那你能不能 你这个公安 这块地 稍微给我画出点来 我们企业存放 一些企业的一些东西啊 如果 公安同意了 是无偿使用的 说帮着你企业排油解难 你在这儿存放吧 就相当于快成你仓库了啊 但是在这儿存放一段时间 大家注意一下 也是无偿使用 白用的 但是呢 是纳税单位 无偿使用免税单位的土地 这种情况下 纳税单位 是需要缴纳 他占用这块土地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所以大家看清楚 我怎么画的啊 也就是无偿使用的前提下 这块土地 要不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要看使用人的性质 不看土地使用全人的性质 土地使用全人是纳税单位 但使用人是免税单位 无偿使用前提下 免税 土地使用全人是免税单位 但是真正的去使用人 是纳税单位 就交税 用纳税单位 交税 所以一定记住 无偿使用的前提下 这块土地 要不要交税 要看使用者 真正使用者的性质 你是免税的 还是纳税的 接着就是 有偿使用的前提下 肯定要交税 有偿使用的前提下 如果还是公安 有偿使用了 这个工厂的土地 这肯定工厂要交税 等于你出租了嘛 你租了一块地 你要交税 如果是公安 让工厂有偿使用这块土地 等于公安你把这地出租了 你自己没自用 要交税 谁交税呢 由公安 你不是拿租金了吗 免税单位 来交税 这样呢 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当然啊 咱们现阶段 公安机关 你的房屋和土地的使用 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不能随便 你给别人了 去使用 都不能随便 但是咱们就举一个 比较形象的例子 让大家去理解这个政策 而不是指责 说公安是不是 租了房子去赚钱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呢 要把握这个政策 接下来 我们再看单选题 去年考过的 下列用地中 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是哪一个 选项A 公园内茶社用地 这个肯定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公园内游览用地 那个是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茶社呀 照相馆呀 咱们前面说了 这个都是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再有养职业 专业用地 这个是免税的 我们前面还举过例子呢 生猪饲养基地 对吧 举过例子 部队训练用地 绝对免税 盐矿的盐井用地 这个盐矿的盐井 盐滩 咱们前面也讲过一个历年考题 这盐井 盐滩 所占的这个土地 都是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所以这道题呢 只有选项A要选 下面我们看 2014年考过的单选 下列土地中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是哪一个 选项A 盈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土地 都盈利性了 就别免交了 就应交了 公园内附设照相馆使用的土地 这个也应交了 选项C 生产企业无偿使用海关部门的免税用地 这个也应交了 这个就是生产企业你正常的是应税的单位 无偿使用免税单位的土地 应税单位 我们说了 无偿使用前提下 不看土地使用权 是不是在海关那 而看实际使用的单位 你是应税的还是免税的 所以这也是应税的 接着选项D 公安部门无偿使用铁路企业的应税土地 无偿使用前提下 看这个使用 真正使用者的性质是不是免税的 选项D 接着看单选题 2019年年底 某会计师事务所与政府机关 因各自办公所需 共同购得一栋办公楼 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 楼高10层 政府机关占用7层 该楼所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年税额每平方米5元 则该会计师事务所与政府机关2020年共计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多少 我们知道这政府机关办公占地是免税的吗 会计师事务所属于经营性的单位 它占地是要交税的 这个题目中又给了我们一些干扰项 它给了你占地面积 还给了你建筑面积 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我们需要考虑占地面积 而不能够去依据建筑面积 但是它占地面积 会计师务所和这政府机关各占多少呢 它又需要你去计算了 它告诉你楼高10层 政府机关占7层 那换句话说 会计师务所占了3层 也可以这么来临结 占地面积中70%是政府占的 30%是会计师务所占的 但是你别用那建筑面积 因此我们要用占地面积5000平米 乘上1减去 10层中的7层是政府占的 那10层中的3层就是会计师务所占的 实际上就是5000乘30% 然后再乘每平方米5元 接着第二个重要的提示 自2019年1月1日至今年的年底 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包括自有和成租的这些批发市场 农产品相关的 还有农贸市场 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 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 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 来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我最爱举的例子是这样 假定呢 这是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 特别大 这农产品批发市场呢 它好几层 它三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假定呢 它一层批发的是粮油 二层批发的是蔬菜 三层批发服装 假定 三层 服装就不属于农产品批发了 那么假定呢 它占地是一万平方米 假定是一万平方米占地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占地一万平方米 我们就会认为 三分之二 你算出来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分之二 那部分是免税的 算出来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三分之一的部分 是要交税的 那么这个政策 体现的 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特别提示三 到2022年12月31日 对物流企业自有的 包括它自用和出租 就自有我自己使用 我自有我租给别人去用 但是无论是自用还是出租 都是用于哪些方面呢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什么叫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呢 什么粮棉油钢材等等啊 这些仓储设施用地 和物流企业 刚才就物流企业自有 还有呢物流企业 承租的 用于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的土地 检案所属土地等级 适用税额标准的50% 既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实际上又减半了 来征收 但生活和办公区 以及其他非直接用于 大宗商品仓储的土地 不适用该优惠政策 也就是这个优惠政策 是物流企业自有 以及他出租 或者他租入的 使用的方向是什么呢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凉棉油刚才等等啊 大宗商品仓 他自己的 以及呢 他租给别人 别人用于这个方面的 还有他租入的 也是用于这个方面的 都是用于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的 那么就可以减半征收 承担土地使用税了 但如果他不是用于这些设施 而是生活办公区啊 还有就是不是用于这些设施的 那些土地 就不能享受这个减半的优惠 下面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优惠政策 他强调就是物流企业 自有自用 自己 这个 有一块土地 自己使用 还有呢 自有出租 以及非自有成租 从别人那租入的 但是用途呢 强调必须是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 不管是自用 还是租给别人用 还是说他租过来 都是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用地 优惠政策 就是减半 那么享受优惠的 那是人 如果是自有自用 自有出租 都是针对 他自有这物流企业 如果是成租的 他租别人的 就谁租给他 谁享受这减半的优惠 出租房 这我们大家要注意 第四点特别提示 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 配套建设安置住房的 依据政府部门 出具的相关材料 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协议 或棚户区改造合同协议 按照改造安置住房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来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是教材今年新增的一个内容 我们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接着呢 特别提示五 自2019年1月1日 至2021年的12月31日 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大学科技员 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 自用及无偿 或者通过出租等方式 提供给在夫对象 使用的土地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在我的那个微博上 还曾经说过这个孵化器的事 还给大家图片了 因为东奥快议在线路克基地 对面 它就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孵化器 那么他们所建的这个 所谓孵化器 大家想的 有一些没有生活经验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是孵企业的 实际上就是 像东奥对面就是一幢大楼 大楼呢 它呢会让一些 比如说大学生要创业了 还有一些企业要创业了 它又入住这个大楼 入住这个大楼以后 怎么去孵化呢 就是它在这个大楼里呢 先尝试着对于企业开办 要做的一些事情 都有哪些 这个孵化器肯定有人要对他们进行讲解 然后呢 尝试着我们可以先做 一个阶段的经营 然后这个孵化器呢 也协助他去做这个经营 等到翅膀掌硬了 他确实非常熟练的 能够从事一些经营活动了 他就离开孵化器 到别的地方租房子 然后他就去经营了 所以在这儿呢 实际上呢 针对的是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员 还有国家备案的重创空间等等 给在夫对象 提供使用的土地 咱们就免征 成真土地使用税 这个呢一方面是激励创新 另外呢 就是拓展就业 这个都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 第六点特别提示 是对城市公交战场 道路客运战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运营用地 免征成真土地使用税 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 这里的城市公交战场 道路客运战场 指的是经批准的 县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等批准建设的 一定是为公众和旅客运输经营者 提供战务服务的场所 这个战场 实际上呢 要为旅客服务 而且这旅客一定是公众 同时呢 一些运输经营者 也到这个战场来 那么整体这个战场 可以说是为公众服务的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呢 运营用地也是免税的 含车站 运营控制中心 车辆基地和线路用地 但是我们大家注意不包括什么 这个地方要小心 不包括购物中心 商铺 等商业设施用地 公交战场里面又设了点 什么商铺什么的 那这个商业设施用地 不属于免税范围 另外也不包括 旅游景区等单位 内部为特定人群服务的 轨道系统 咱们强调是为公众服务的 不是内部 一些群体服务的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了 下面我们看单选题 某物流企业2021年拥有面积 为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其中9000平方米 为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占地 该设施90%自用 10%出租 不管自用还是出租 只要是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占地 这个就是要减半的 征税的时候 还有一千平方米 为该企业管理服务设施占地 这个就不能享受那个 减50%征收那个问题 当地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 为每平方米12元 这个企业2021年应缴纳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这1万平米中 9000平米 我们呢是要乘上12元 再乘个50% 还有一千平米乘12元 不能乘那50% 这样我们就算出来 他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了 接下来呢 就是省自治区直下市税务局 确定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在教材和清衣相应的页码上 我都给大家打出来了 有四项 一项呢 是个人所有的居住房屋及院落用地 这个是各省自治区直下市 税务局可以确定 是不是免税 第二呢是房产管理部门 在房租调整改革前 经租的居民住房用地 房管部门房租调整改革前 经租的特别便宜的 那些房子所占用的土地 第三免税单位职工家属的宿舍用地 本身这就是免税单位 职工家屿宿舍用地也是免税 这个都是考过的 第四 集体和个人办的各类学校 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用地 这个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下面看2018年考过 下列土地中属于法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有哪些选项A 个人所有的居住房屋用地 虽然这个也是免税的 但是你看清楚 问你法定的 选项A是省自治区直下市税务机关所规定的 选项B 免税单位无偿使用 纳税单位的土地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画表的那个 那个属于法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再有就是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法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再有国家财政部门 拨付事业经费学校用地 法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那不是财政部门拨经费的 那是法定免税 因此BCD我们要选 接下来 第四组考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管理 首先纳税期限 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因为我们前面和大家说了 城镇土地使用税 它的那个税额规定的是年税额 然后呢 我们是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各省自治区之家是分的期 情况不一样 有的上半年一期 下半年一期 上半年一期 有的是二月 有的是五月 情况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注意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接着第二 纳税有发生时间 我打了三颗星 特别重要 绝对高频的考点 大家看清 纳税人占用土地 一般都是从四月起 发生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纳税义务 只有新征用 耕地 是在批准征用之日期 满一年的时候 开始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个特别重要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下面呢 给大家画了一张表 我们一起来看 购置新建商品房 有同学就说 你到底说房子 还说地呢 房子下边不就是土地吗 房子又不是浮在空中的 所以购置新建商品房 我们是房屋交付 使用之次月起 就要对房子下面 所占用的这个土地 来计算 城镇土地使用税了 我们就从这个时候 开始计税了 纳税义务发生了 接着 购置存量房 这个和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买新房 存量房是二手房 买二手房 不是房屋交付 使用之次月了 而是办理 房屋全属转移 变更登记首席 房地产全属登记机关 签发房屋全属证书 之次月起 我说通俗点 就拿了房产证之次月起 就发生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纳税义务了 所以注意啊 前边是新房 后面是二手房 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不一样的 第三 出租出借房产 是交付出租 出借房产之次月起 那房子下面这土地 我们就要发生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了 再有 以出让或转让方式 有偿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 应由受让方 从合同约定 交付土地时间之次月起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如果合同没有约定交付土地的时间的 那么由受让方 从合同签订 之次月起 所以在这注意 一个是合同约定 交付土地时间之次月起 还有一个受让方合同 签订 之次月起 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都是次月 大家注意到没有 接下来 新征用的钢地 就是这个 不是次月 批准征用之日起满一年的时候 发生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 因为呢 新征用耕地要交耕地 这样的税 也是和土地有关的 他已经交了一个 和土地有关的税种 那么批准征用满一年的时候 再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而新征用的非耕地 是批准征用之次月起 纳税人 因土地 权力状态发生变化 而依法终止 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义务的 其应纳税款的计算 应截止到 土地权力状态 发生变化的当月末 这点也是跟房产税一样的 他想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有同学看不懂 我举例说明 这里说的土地权力状态 发生变化 就是这一土地 原来这土地是 我拥有土地使用权 我们这单位拥有 现在呢 我在 四月 十号的时候 我把这个土地使用权 转让给别的单位了 所以他权力状态 在本月的中间 发生变化了 我十号的时候 就转给别的单位了 但是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要计算到 什么时候呢 我不是计算到十号 是计算到 四月末 因为你不是 四月十号转的吗 你要把你的这个纳税义务 我本身原来拥有的 计算到 它的权力状态 发生变化的当月末 下月 次月 才是拿到 这个土地使用权的那一方 来承担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 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要注意 接着呢 就是纳税地点 和征收机构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地点呢 是土地所在地 属地性特别强 有土地所在地的税务 机关负责征收 接下来 去年考过的真题 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收方法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 是哪一个 选项A按月计算缴纳 不是 按半年计算 分期缴纳 也不是 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这个是正确的 按季度计算缴纳 也不是 所以我们要选择选项C 就是教材原文 去年考的 接着前年考的 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纳税有发生时间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 有哪些 选项A 纳税人出租房产 自交付出租房产 至次月起 来纳税 这是对的 选项B 纳税人购置 新建商品房 自房屋交付使用 至次月起 纳税这个也对 选项C 纳税人出借房产 自交付出借房产 之次月起纳税 这个也对 选项D 纳税人新征用的 钢地 自批准征用 之次月起纳税 这个不对 批准征用 满一年的时候 才需要交税 接着呢 我们大家呢 再看一个单选 某企业购买一幢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物 用于存放货物 于2020年的8月2日 签署合同 并且办理了全署转移 我们注意一下 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物 这个题目在轻衣上有 但是不是放在最后 放在咱们那个 计算中间的那个地方 也有这道题 在2020年的8月2日 签署合同 办理了全署转移 变更手续 8月15日 取得了地下建筑物的 产权证书 和土地使用证书 著名土地面积 400平方米 当地城镇土地 使用税的单位年税额 为每平方米12元 这个企业 2020年英纳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这里面包含着好几个考点 我们先注意一下 它是8月15日取得了地下建筑物的产权证书 和土地使用证书 应该是从拿证书之次月起 也就是说从9月算到年底 它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么具体呢 土地面积400平方米 年税额是12元每平方米 那我们拿400乘12算出来的 可是全年的税额 而我们真正要对它计税的 是从9、10、11、12 这4个月应纳的税额 所以呢 除12乘4 这样呢 我们算出 它应纳税额之后 千万不要忘了 地下建筑物 有个减半的规则 乘50% 所以它的知识点 还挺多 就这个题 再看一个单选 某企业2018年初 占用土地2万平方米 其中幼儿园占地400平方米 免税 其余为生产经营用地 6月购置一栋办公楼占地300平方米 该企业所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 年税额每平方米6元 这个企业2018年应缴纳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多少 这个是2019年考过的真题 我们大家呢也注意一下 它占用这2万平方米中 幼儿园占地那是免税的 要把它剔除出去 那么剔除幼儿园占地以外的那个面积 它全年都是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而6月购置办公楼占地这300平方米 那么这300平方米 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要从7月算到年底 这样我们大家呢就注意了 2万减掉幼儿园占地乘6 全年这税额都算出来了 300平方米是6月新购置的 然后乘6每平方米6元 除12乘6 全年12个月 我们只算从7月到12月6个月的 这样算出应该选择选项C 各位学员下面呢 我们给城镇土地使用税做一下小结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我们后面要学到的房产税关系特别密切 好多规则呀 它有相通性相同性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在纳税义务人税出优惠 纳税又发生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共性 城镇土地使用税在核算的时候呢 是记入税金及附加这个科目的 是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 有条件和企业所得税混合来命制综合体 另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我们后续马上要学到的耕地占用税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注意纳税人新征用的耕地 自批准征用之日期满一年的时候 开始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而纳税人新征用的非耕地 自批准征用次月期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下面呢又是花间墙时间 山明水秀紫气东来 发来了这张图片 他说呢这盆吊蓝 干吊又重生了 他在陪读期间家里没人 就干掉了 但是特别喜欢呢 这个冻锅改造的花盆 就一直在阳台上放着没扔 在浇其他花的时候 偶尔又给他浇点水 发现呢奇迹般的又长绿叶子了 他觉得特别神奇 今年呢他备考税法经济法财款三科 他的目标呢是和儿子一起毕业 因为前面他提到陪读了 所以他的目标是和儿子一起毕业 希望呢他能够像这盘吊蓝一样坚强 顺利的拿下CPA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都不容易 上有老 下有小 然后我们还在备考的途中 祝福所有的考生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美丽的丘陵 让我们说一声 睡法的世界很精彩 学员朋友们复习备考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